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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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反而主动可以叫我念镜 也就是大悲咒来帮她入眠 小女儿由于不知道什么是念镜 她只会说 妈咪 你唱歌啦 原来我念大悲咒给她 因她来说是在唱歌 更神奇的是 小女儿也会跟着我念 而且囊囊上口呢 如台场传授的心灵法门真的是不可思议 太神奇了 自从按照如台长的教导 好好地学佛修心 灵活应用 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就是念镜 喜悦 放声 寻善记得 显法度人 我发现到我自己各方面都很顺利 我在这儿就想告诉大家 有心灵法门 有台长 就有希望 要有信心 要相信 要坚持 持之有恨 只要我们好好修 好好做人 平时多做善事 多借善言 多做功德 过途回报 当你有失了 有那呢 菩萨一定会来帮助你们的 而且还是有求必应那呢 谢谢 谢谢 讓我們再一次感謝陳同桌的發言 請持有以下號碼的同修到台前準備 我們的第一組號碼是174-174-329-696-696-270-270-431-431-609-609-332-332-611-611-173-173-53 現在我們歡迎來自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廣橋會同修 和我們分享婆婆中風入院後生命垂危 通過念經念小房子順利的完成了長達十小時的手術 讓我們掌聲歡迎 各位尊敬同修 各位來賓 大家晚上好 首先 感恩南無大師大威 祝福祝難 廣大離開關心比賽 感恩大師大威 祝福祝難 如俊鴻台長輸入 我是曉飛 來自馬來西亞 今天非常感恩有這麼難得的機會到台上來 以各位婆婆分享我修心學國的心理旅程 感恩美女能力同修 以我分享心理訪問 讓我有機會認識這麼棒的訪問 我在第一次看到盧君宏台長精彩看著燈的時候 說的句句準卻不務實 感到非常的震撼 看完光碟後 就像妹妹學問如何做功課和念小房子 在這裡 我向大家簡單的介紹我先生的家庭背景 我的夫家是古神論者 所以當時我也沒辦法在家裡共歡世音菩薩 我每天堅持念功課之宜 也幫先生念七天四經 讓他開智慧新佛念經 再和他參加去年馬來西亞法會後 原本半信半疑的先生 開始積極的念經 一座功課和小房子 在努力9月19日關心菩薩成道日 我們也終於在家裡供了佛台 感恩關心菩薩 讓我的心願能夠達成感恩菩薩 這是我的夫台長組織的選意問答節目 不但幫助許多人看圖等 解答奇怪的夢境 居家風水 而且分文不收 台長的信念是要我們懂得因果 念經去除自己身上的業障和超度靈性 台長在節目中說過 如果夢見活著的人或是 這個人的身子就要出問題了 有天我先生門前家伙過世了 還在夢裡顧得西里花啦 由於當時還有很多事情不明白 醒來後我和先生指派家伙念了49遍 消災指降神咒就沒多加注意了 其實菩薩已經很早就暗示我們 兩個月後的一個早上 我家伙竟然不能起床 左半身不能動也沒有自覺 我們把他送滿醫院檢查後 發現是中風前的症狀 留院數天後就出院了 可是就在出院的第三天 我家伙突然感到胸口拘痛 以為自己要死了 一邊哭一邊交代生後事 先生門口馬上送他入院 醫生這只是心臟大動脈的 主要宣文有爆裂 必須馬上施大手術 否則隨時會有生命的威脅 而且這個手術 全馬來西亞只有兩位醫生 會施行這個大手術 當時雖然很緊張 但是我們是修心靈法門 沒亂的正腳 我們打電話給師姐後 師姐要我家伙發大院 家伙雖然病重躺在床上 但是我們秘持 救苦救難關心菩薩的信念 菩薩一定會救他的 家伙發願若能平安度過這個節 好了以後一定要讓更多人知道心靈法門 在醫院我們家人除了此外 就是狂念大悲重 當時也有許多同修祝念大悲重 在此我再次感謝那些同修 我們也放生送小王子給他的要經者 求求關心菩薩救救他 手術進行了十個小時 非常感恩大慈大悲的關心菩薩 有求必義 手術非常成功 菩薩實在是太慈悲了感恩 家伙在醫院生院裡 看見自己的要經者 從此以後就開始積極念經做功課 深信陰陽兩界 深信菩薩的存在 台長說得對 很多東西我們看不到 並不代表沒有 我們要好好念經 許願放生 超顧自己身上的要經者 多做功德 就要讓自己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十小眾里的消災之鄉神眾也很神奇 大家都知道小朋友發生 可是可大可小的事情 一般是要花上幾天的時間 和細心照顧之下才能康復 我兒子有一天發高傷 體溫直達三十九度 我馬上幫他念了四十九遍大悲咒 四十九遍消災死鄉神眾 再加上吃料 隔天就退燒 後天就好了 這實在是太神奇了 再次感恩觀世音菩薩 念經以後 我們的家裡改變太多了 不但家庭可順 先生師爺有成 也讓我有更多的時間 念經及度人 學佛人不打暴力 以上分享全數事實 希望各位在學習 心靈法門的路上 法喜充滿 學佛精進 告給六道人為 了闊生死 違反西方極樂世界 及四聖道 謝謝 再次感謝黃同修的發言 請持有以下號碼的同修到台前準備 我們的第一組號碼是 174 174 329 329 696 696 270 270 431 431 609 609 332 332 611 611 173 173 53 53 現在我們歡迎來自馬來西亞 檳城的古綠交同修 和我們分享 在念經念小房子後 靈驗世紀不斷發生 丈夫化血為淫 孩子乖巧輕化 自身也重獲健康 從而改變整個人生 讓我們掌聲歡迎 南無阿八十大悲祝苦救難廣大禮感 觀世菩薩 南無阿八十大悲祝苦救難 魏君宏台長 各位同修以及各位兄弟姐妹們 大家好 從獨裁長的地址 化地池得出這本心靈法文 我也修了獨裁長的法文 也有整個年多了 在這年裡 也靈驗了 修心靈法文是多麼的發喜 一剛開始學運經的我 每當在內心經的時候 燈光就會稍微有些灑下 這樣的情況下 又發生了好幾回 燈也同時壞了好幾次 我就感覺很奇怪 就請教了一詩解 他就叫我燒小房子 給不值得要盡者 當我燒了一兩張小房子 各兩天就碰到了 買同胞要盡者 穿得很整齊的向我道謝和拜拜 真的可思議太神奇了 更妙的是昨天我去旅遊 一上旅車回程時 肚子感覺疼痛要上洗手間 但是旅車已行死路 高速大路 導遊說要上洗手間 需要半個小時的路程 叫我忍耐 在沒辦法之下 就求觀星菩薩給我 不止不疼痛 能忍半個小時 我就開始念大悲咒 念啊念啊就睡著了 當醒來時 旅車醒入了飯店 真是大慈大悲觀星菩薩 保佑有求必應 講到有求必應 就是在上兩三個月前 我因為駕車被使用免化耳機來講手機 心想糟糕了 一定會被警察心聲抄車牌了 真的 前面就有警察 阻攔所犯規的車輛 心裡就著急的求觀星菩薩 那天啊 慈悲我 保佑我 幫助我 我知道錯了 我再也不犯了 請大慈大悲觀星菩薩 讓警察先生看不見我的車牌 讓我過 真的 警察先生 看了我的車牌好幾回 都看不清楚 就讓我過了 當我一過時 他回头一看我车牌 大声的喊叫我时 我车已经走远了 这个是零的不得了 在去年8月份 我有去参与去聋国的 选与中树红华大会 我很幸运的被冲到看土藤 当时我是问我 甲庄县总大的问题 那台长看出来有灵性 叫我烧小房子 在我烧过小房子而说张时 我放入到了两只鳄鱼 很乖顺的靠在港口边 有个小女孩很漂亮 又穿着很整齐的裙子 就站在其中一只鳄鱼地上 向我招手笑说 她要去一个很远地方旅游去了 真的很玄 因为在我还没有参与住 休息领法门之前 有位师姐能通天远地向我说 我颈项会总大 那是因为我前世有杀货而已 他们就负在我的颈项 目前我的女儿也念经做功课 有了好几个月 有一天她说 妈咪念经真好 有什么事情都很顺利 但是当停一下 当一停阵子没念经的时候 感觉就做什么东西都不顺利的 我就说那当然了 放每天都要试 功课也要每天做的 我就要看舞台长的摆霍画法了 而且也很奇怪 当我有疑问和心里有烦恼时 我一开看台长的网络和书本 就会出现我所疑问的问题 和所想的东西 这样的很简单 就把我的烦恼解开了 不只是我而已 其他同修也有同感 所以修心灵法门 就是那么的发喜充满 而且人员也会特别好 一有病痛或者有什么病况 在周围的人都会很愿意 和友善的走过来 一力分享 及提供药草医疗 我很感恩义词姐 让我认识了这么好的心灵法门 感恩大迟到A就不就那广大灵感 感恩关心不少保佑 感恩大迹大飞 祝福军案 吴金峰台长 谢谢